一整天的成交量 大概1100亿到1200亿左右 这个量算不算安全呢 怎么看今天这根黑K 很可能再回测前低11400点吗 如果我们先以下量的结构角度来看 量其实并不算大 因为刚刚陆华谈到 预估大约可能是1100到1200 只是说比前两天 前一天可能来的大一点 但是并不算是所谓的一个下跌爆量 如果要爆量的话 可能要接近可能1300以上 甚至14001500才会定调比较是爆大量 所以今天的下沙不带量 原则上先不用太过就是偏空解读 不过如果形态上看起来 就是要稍微去留意 像刚刚谈到几个重点 像是11月21号的低点1478 那个时候有收了下眼线之后 都锁在月线之上 再来就是11月份的这个平台的低点 这个相信的低点大约是在11400点 差不多在这个位置点 11月份的一个最低点的位置 大概就是11400 那目前我们大概会以这个区间的一个下源 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观察 就是说如果见到11400被跌破的情况之下 它有可能比较转为偏空去解读 因为在目前的今天这个黑K回撤 我还是会比较倾向于说在11月份的一个高低的区间 指数还在这个地方做整理 因为第一个 从新台币的汇率的角度来看 并没有见到所谓好像有外资这个资金汇出大卖股的迹象 那可能我觉得来自于说在目前的情况 有人谈到外资放假也好 甚至今天亚洲股市普遍都比较弱 尤其这个港股韩国股市走跌的压力也蛮大的 这引发来的卖压可能也比较重 这第一点 那第二点当然可能在期货的角度来看 外资其实在11月份的一个新开仓合约之后 其实在期货的一个布局 不像过去来的这么积极偏多 因为近多单的部分也只剩下4万口 所以说我在过去一直聊到在指数的部分 就是比较中性去看 就是说量不出的情况它可能还是倾向于一个 区间型的一个震荡 所以目前来讲 尤其今天在大型指标股 刚刚谈到的台积电红海都比较弱势之下 今天可能要收下引线的难度看起来是比较高 不过原则上我刚刚聊到的重点 就是11400在没有正式跌破前 我们还是会先倾向于说 比较是一个区间震荡整理盘所看待 好但是因为今天在回测的过程当中 是跌破月线的 所以今天月线到目前为止 至少是一根实实在在的黑K棒 不免令人担心 短线是不是恐怕要陷入整理 这其中有几档的全职骨质的关心 玉堂怎么看红海 昨天一度的回测月线 今天跟大盘很像 是一根实体的黑K 目前是灌破月线的 外资还在买 但我们其实从11月以来一直看外资就觉得 外资没错天天都在买 但有一些买不动 融资减肥外资还在买 理当来说筹码的集中度要越来越高 但是今天跌破月线 短线陷入整理吗 目前空手或右的投资人 在操作上你怎么建议呢 好第一个我认为 顺者刚刚跟大盘的逻辑 应该很相似 因为11月份红海的一个低点 大约就是11月08号那一天红棒的低点861 在这个位置还没有正式跌破前 我认为趋势还是有利多方 因为第一个重点 外资其实11月以来持续性的加码 目前都没有看到所谓的一个 转空的一些迹象 如果有拉回 甚至在今天去看外资 甚至有买或者卖不多的话 我认为就不用太担心 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要去观察 筹码面的部分 第二个到底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四肌拉回找买点 如果顺者我刚刚谈到的逻辑 外资的筹码还是站在多方的话 以现在的位置来讲 我认为是OK的 因为毕竟11月份以来 外资的成本 就大概是月均价的位置 差不多 单就11月份外资的一个买超平均成本 可能大概在90块左右 所以今天拉回来88块多 那下档的支撑 刚刚刚各位聊到 大约抓86块这个整数关卡 所以我认为接近在这个区间 至少算是 在11月份以来 相对比较低的位置 甚至可能你像进场 也比前一波外资还买的便宜 那如果从本益比 甚至从位接的角度去看 都还算是处在合理的范围 所以原则上第一点 红海的拉回 我认为是可以跟着外资 站在买方去做布局 好 可以跟着外资 站在买方做布局 外资 当然现在我们大家担心的是 因为台股将进入 今年最后个月 下个礼拜就是12月的交易日了 那外资是不是准备开始 耶诞放假了呢 昨天外资整体在台股的现货 还是站在加码的 昨天持续买超了14亿元 但是昨天有一些个股外资 已经开始先行调节了 像星星 像华邦店 像联店 好 以星星来说 外资昨天的卖超 其实星星在今天就已经 灌破了季线的价位 玉堂怎么看 今天有一些跌破月线 除了刚刚看到 红海台积电之外 星星稳貌不仅仅月线灌破 今天连季线都灌破 外资还在持续卖 像星星这样一个技术线型 跟筹码面短线再灌破季线 是不是要拉长整理的时间呢 这一类形态的个股 我反而会提醒投资 要比较保守一点 因为刚刚聊到 有些已经有点领先台股 有点破线 而且是破了更重要的 季线的关卡 是不是可能也许在筹码面 或者一个形态上有出现隐忧 尤其刚刚谈到一些几两个国 今年以来的涨幅都比较高 所以在出现类似像星星 外资应该连迈了快一个礼拜之久 今天破了季线 那要去观察整个季线 如果说是站不回来的话 这个整理的时间可能会拉长 而且不排除这个股价 还有可能在向下修正的可能 310的文贸 是投信最近这两周开始转卖 今天也是回撤了季线 那短线上如果季线的一个破的情况之下 这个小头部就有可能成型 这个都是技术面上压力比较大 因为就像我们在很早之前 跟各位谈到的利基 4968的利基 也是类似的逻辑架构 我们在之前谈到利基有点做头 当时破月线 甚至连季线都破了 我们一直强大一个重点 投信的筹码那时候开始冲动 你看他这一波一回撤之后 真的是这个 就是说支撑都很难见到 月线破了 季线破了 甚至不排除 还要再回撤半年线 因为他也是今年 涨幅非常高的一档个股 今年从大约五六十 涨到两百五十五块 你看利基的一个形态 拉长一点来看 这个尖头型的反转也蛮吓人的 这个以波段255到今天来看 这个短短一个多月 就跌了快一百块了 跌了将近快一百块 回档的幅度已经接近快要四成左右 跌得很深 所以这种高档股 类似我们刚刚谈到的 有这种季线跌破 外资或投信的筹码 开始出现连续性的一个 调节卖压的话 我倒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投资人还是要先行避开 这一类的个股会比较安全 因为毕竟现在这个行情 在高档震荡整理 我们之前有聊到 涨多股正面临到的卖压 法人尤其年底的 有些他是要结账 他可能会甚至更积极的 做一个调节 因为在高档股 他们也许先前都有赚的情况之下 有时候法人一卖 一卖起来也是相当的吓人 所以这一类形态上 刚刚聊到的这种 比较有这种转空疑虑的个股 投资人还是要先行做比较保守的应对 好 当然这些个股 包括了4968的利基 在最近持续的下探波段提点 但是今天有一些拉回力手 五日均线 投信我们说外资如果休假去了 这内资接棒有没有忘 内资接下来有投信要作账 祭底作账的一些题材 包括了还有一些有转机的题材 今天看到拉回力手五日均线包括了红杰科 同样一个PA族群 稳貌今天有压力 但是红杰科到目前为止 拉回五日均线还是守住的 除了红杰科之外 还有像望红啦 还有被动元件当中的奇力星 玉堂像这三档各属于一个产业 那今天拉回连五日均线都没有碰到 是投信作账在护身吗 好 我们分别来看 第一个望红我们先前有聊到是记忆体的一个多方指标 那我就不仅投信互生 外资也在做买超 那今天的压回原则上还算强势啊 因为这个五日线做一个触碰 我觉得这个形态上是没有问题 那2456的奇力星 也算是近期投信外资有小幅度的加码 而且以被动元件这个族群我们之前有跟投资人谈到 已经是整理了快一年之久了 最近的形态才刚冒出头 你看它的一个均线架构才刚转强 所以说在今天奇力星回测第一个 这个11月27号那天的一个红棒的低点没有跌破 今天拉回五日线看起来是有手的 所以我觉得技术面的一个部分我会比较偏多去看 那红杰科算是PA族群当中算是比较强势型的 那我觉得除了来自于投信最近的一个转买之外 可能来自于嘎空的一些力道是蛮强的 因为它的卷支比高达了63% 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这种高卷支比的个股 当然在股价回测之际 还是有一定的一个空方恢复的力道 做一个买盘推升 那再加上投信又转买之下 近期的形态是强于大盘的 所以说这几场各国倒认为 在技术面的价量结构 可能还是比较有利于多方 好 当然最近也看到 投信还有外资都在买面板族群 面板股最近当然消息面传出 韩国大厂LGD LGD因为要关闭一半的电视工厂的产能 所以之前面板供过于求 现在这样的缺口可能会越来越小了 也就是说在库存的部分 可能有效可以去除 第二个来自于股价 跌升是不是就是最大的优势 不仅仅跌升 这面板两家厂商群创 还有友达都有低价的优势 最近看到外资也在买 本土法人投信也在买 大盘今天一度跌了120点 这两档个股在今天如如不动 都是往上持续的有追价的力道 最近看到外资的买盘 投信的买盘 开始转到这些低价相对于低基期 玉塘散户可以跟吗 其实在低价股我倒觉得是可以多加留意 因为毕竟在近期可以发现到 所谓的一些铜板股买气蛮强的 那面板双虎身上最近也见到法人的一个动作 也开始转去比较偏多 那我认为可以这个比较正面去看的原因在是说 其实你看从这几天来看 甚至到今天他们还是走自己的路 那因为低价又真的是低基期 加上又低股进比的效应 所以说大家会比较 不管是短线的资金 甚至有一些想要布局一些所谓的一些低档股的话 这些低价股也会吸引部分的买盘去做一个卡位 再加上这个我们之前有聊到 这个在明年的面板 或许在这个所谓高化值产业的一个推升之下 不管是从4K到8K影音的渗透率增加 其实对于显示器产业 也会比较正面去做一个解读 只是说整个面板的供需状况报价 是不是能够持续性的一个有好转的迹象 当然这个要持续密切的追踪 但是如果说我们刚刚聊到 长多可能就是目前最大的利空 当然跌深也有可能就是目前最大的利多 因为跌的够深的情况之下 这个利空已反映在过去的股价上 甚至我们常讲这些低价股 有时候真的就是跌无可跌了 所以你看最近的友达 外资的布局也蛮积极的 而且11月份以来外资也是买多云卖 所以我们看它的一个日线的一个形态架构 都有从底部转强 做一个突破攻击的味道 所以原则上面嘛双虎我倒认为在短线的操作面 还是可以跟着法人做一个进出 好 在刚刚看到了友达 友达大概就在刚刚有单笔 1500张的买单敲进 所以看到目前为止 进一步的把友达的价位 拉升到了今天盘中的高点 8.7块钱 但是前高大概在9月中旬 有一个高点是8.8块钱 所以差0.1块钱遇到前高 如果过了是不是这一波就有机会在网上了 友达要占前高 3481的群创也是哦 群创在今天盘中的最高点是7.98块钱 前高在7月中旬有个8.05块钱的价位 玉堂两档个股都已经反弹了三天 要占前高了 所以虽然有相对的低档 也有低价位的优势 但是以技术现行来说遇到了前高 这时候才要进行卡位 或者是说陌有的投资人遇到了前高 这种操作策略通常你们怎么安排呢 第一个我以目前来看 就是说技术面的观点 我认为去挑战突破的几率是高的 因为第一个你看在群创的部分 这个近期的量能放出来比过去还要来得大 那我们常讲这个量先价型 量出来之后整体的一个技术面的一个形态 是从底部转强的攻击 那就告诉我们市场上多头的一个企图心 去挑战前高的一个机会是有的 所以第一个如果以群创的部分 当然我以操作面上来说 强势股我会建议 等拉回五日线再请坐承接是OK的 不必急着在今天去追 类似像昨天有收了下影线当时的一个回撤 可能是不错的买点 当然以今天来看就像刚刚做话聊到 可能接近前高甚至上面还有年线的一个反压 它或许会震 那有拉回震荡回撤五日线 再请坐承接都OK的 那2409的友达也是 也是要去挑战9月份的高点 近期的量也是冒出来了 那虽然量没有前一波来得大 不过从整个军量来看 它已经是很明显的 比五日十日军量都来得多 代表多方的一个买气推升力道 还是很强 所以这两档形态的个股 我认为以现在来说 沿着五日线操作都是OK的 友达就在现在单笔3000张的买单 所以又把友达的股价 进一步的往上推升 现在友达的价格来到了8.72块钱 刚刚讲前波高点是在8.8块钱 差0.08块钱 结果友达在涨群创 也有百张的买单在敲进 彩晶也一起动起来了 三档都是面板股 三档都是10块钱不到的低价股 玉堂如果小资族只有一笔的资金 觉得现在外资好像有机会 把这个资金挪到一些低基期跟低价股 三档的面板股 有哪几个参考的指标怎么选呢 刚刚这两档我们有分析到 如果以彩晶来看 我认为也算是相当的被递估 因为以获利的状况来看 彩晶因为做的是中小尺寸的 所以它本身在今年都还能赚钱 这个前三季还有赚0.26 净值13块 现在股价6块股 净比大概就0.5倍 然后彩晶的一个形态 我们从日线架构看就好了 差不多颈线的位置就大约是年线这一条 大概在6.8左右的位置 这个差不多要去挑战突破了 那最近外资的动作也是开始转卖 所以说如果说这个6.8的颈线 年线的位置做突破的话 在形态上就是蛮漂亮的一个 攻击的一个状态 对象多方的一个攻击形态 再加上这个彩晶本身我们讲了这个集团做账 整个华兴集团的一个算是面板指标股之一 如果这个群创友达都已经这个纷纷往上攻 甚至像有些外资也给群创的目标价 已经先定在表面和10块钱附近 那以彩晶来说还是有赚钱的公司 结果现在股价反而是更低 只有6块多 那这个净值还有13块 这个就像我刚刚聊到的 这个低价股又有赚钱 股仅比又低的情况之下 反而像是外资甚至市场内资也好 我觉得这一类的低价股 反而会比较吸引市场的一个资金 去做一个涌现 好谢谢玉堂 这个